长安街上看两会 3月5日备受瞩目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炉 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民生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那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 关于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民生内容 也是干货满满 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等 政府工作报告刷屏 这些民生礼包你收到了吗 我们在长安街上和大家聊一聊 我看主要还提到了就业方面 就业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能从政府层面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然后想一些解决方案是一个很好的事 我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养老的这个话题 关心老年人这个工资问题 退休工资啊 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说 对这个养老金还要涨 那我们退休人员是双手欢迎 热烈欢迎非常高兴心里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个医疗方面 比如这个异地这个医保这个结算 能很方便这个异地 来经就医的这个人员 提到了学前教育 还有春门一流的大学 这个东西是非常贴近 这些家长们的这个需求的 明知所判正知所向 政府工作报告关系到我们每个家庭 每个人的生活 未来几天来自全国的人大代表 将集中审议这份沉甸甸的报告 而在会场之外 来自14亿多人的关注和关切 会更加的具体更加的长久 明天我们将继续与您各位 在长安街上看两会